忽悠怕了 我重留老七竖起大拇指 说了一句 真高 真是一个高招 因为事关重大 甚至是影响整个客机上 几百条人的性命 所以我就去客机驾驶舱 找机长 一共有两位机长 一位是正机长 另外一位是副机长 现在是副机长正在开飞机 正机长正在驾驶舱 连着的休息室里头休息 期间 被客机安保拦住 但我一番解释 给他们说有很大的急事 要告诉机长 就有人亲自带我过来 安保敲了一下门 机长 有一位乘客先生 说找您有急事的 请进来 机长坐在沙发上 扫过来一眼 冲我轻轻点头 示意我进来 我一进来 安保就在外面关上门 机长站起来 冲我笑着伸出手问 不知这位先生贵姓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先出手跟对方握了我 然后说 免贵子 我叫王德发 接下来 我就将空姐玲玲 在洗手间遭遇的一幕 给机长说了一下 当然 按照刘老七的话 将那个藏匿的黑影 说成是人形野兽 人形野兽 机长坐在沙发上 眉头皱起 面色凝重地看向我 王先生 您说的 可是真的 当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来调查和核实 这一点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 所有乘客的安危 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 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机长的语气 很是平静 好似并没有将我的话 放在心上 我甚至怀疑 这个机长是不是故意 拿这么一大堆话 来搪刺我 想要将我打发走呢 虽说如此 但人家现在都已经 这么说了 我又能怎么烧呢 只能是先这样了 哦 那好 就麻烦机长你了 真是太谢谢您了 跟机长一番客气 我也是站起身来 离开这间休息室 重新来到我所坐着的位置 在客机上 一般来说 是严禁擅自离开座位 补给安全带的 见我回来 男爷就问我事情怎么样 见前的时候 我跟刘老七说 洗手间闹鬼的时候 男爷在旁边也是听着 对此都是十分关心 毕竟 我们现在是客机上 是天空飞行 倘若是因为一个鬼魂 而危及我们的性命 可就麻烦大了 我微微摇头 将机长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全部都是告诉他们两人 机长不肯相信我的话 我能怎么着 怕是他说调查和核实 现在估计还在休息室休息呢 根本就不会派人去洗手间深入调查 核实安危 真是一个棒锤 刘老七板着脸 要不是老头我也在客机上 他们的死活 我是不会关心的 男爷也是一脸无奈 我在旁边坐着 更是无可奈何 根本就是束手无策呀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喂 这个时候 从旁边走过来一个 检查的安保人员 刘老七直接喊住对方 我是考古学家刘教授 请你让你们记长过来一趟 就说我有事找他 让他抓紧 否则待会儿死了人 就不要怪我没提醒过他 随即就将自己的考古学家证书拿出 递给对方 刘教授 请你收到 我马上去跟机长说一下 安保人员 见到刘老七的考古学家证书之后 就是直接赶紧去驾驶舱的位置 去找机长 我在旁边 从刘老七竖去大拇指称赞 七说 你还让对方亲自过来 真是面子够大的呀 刘老七不可置否地笑了笑 然后跟我说 有的时候 人就是这么贱骨头 你赶着去找他 人家是不会把你当成一回事的 只有用警告的强硬态度 才能让对方相信你的话 七叔说的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我在旁边喊手听着 心里头暗道 真是听七叔一言 省读十二年书啊 南烟在旁边则是笑而不语 透似 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 南烟都是这幅不惊不怕的瓶颈模样 心里头不会生出任何波来 没一会儿 机长亲自从驾驶舱休息室走过来 请问您就是刘教授吧 机长走过来之后 直接是伸出双手 低头哈腰地跟刘老七握手 跟刚才对我的态度是根本不一样了 再一个 我就坐在七叔旁边 人家机长刚才见过我呢 现在竟然好似已经是忘记我 不认识了 这一让我心里头有些不快 握手就算了 刘老七握握手 没有伸出手去跟机长握手 而是面色严肃 因为再怎么握手 接下来都得死人的 这话直接是吓得机长面色威脸 机长面色尴尬地伸回手 客气地询问 刘教授 您是考古学家 乃是大文学者 您这话 我是没听懂 太过晦涩 还请您详细一点 哼 你呀你 真是够笨的 刘老七面色严肃 你们这些 整天在天上跑的 跟我们整天 在地上考古 搞挖掘 研究的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机长连忙低头 汗药 印象 是 是 那感觉 就像是一个老师 在批评 在批评一个犯错的学生 让我在旁边都是看待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刘老七伸出手 指了指我 然后机长抬起头 错愕地看了我一眼 有些面熟 但想不起来了 他老老的 听到这话 我心里头是直接不开心了 奶奶啊 刚刚见过面呢 她竟然这么快就忘了 看来 现前根本就是 没拿障眼看待我呀 否则 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 真是一个势力呀 唉 不知道 那就算了 刘老七摆了摆手 让机长耳朵贴过来 然后他冲机长 小声嘀咕了几句 我在旁边 坐得很静 但还是没太听清楚 但是机长 在听到刘老七的话之后 整个人都是脸色大病 眼神里 露出害怕的眼神 机长抬起头 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刘 刘教授 您这话 是当真 我跟男爷在旁边 都是有些好戏 七叔到底是跟对方 说了些啥话呀 直接向对方 吓成了这副模样 怕是不会是什么好话 搞不好 还是一阵忽悠 将人家机长大人 直接给忽悠瘸了 忽悠害怕 心惊肉跳了 心态忽悠